现代战争 侦察对作战的影响更为重要 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仍是对战场侦察的最好注解 今天的侦察兵 需要拥有精确的侦察能力 识别伪装能力 夜间或复杂条件下 全天候侦察能力 以及预警能力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的侦察兵和侦察装备 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本期军事科技 为您盘点现代侦察兵的标准装备 侦察兵是一支作战部队的必备兵种 哪怕是特种部队 空降兵里面也有侦察兵 侦察兵在战场上 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深入敌后 侦察敌军事目标的方位 为自己军队后续的战术执行 收集情报 在必要的时候 还能执行斩首任务 正是要执行如此艰巨的任务 侦察兵必须具备强悍的身体素质 全面的军事素质 以及坚强的心理素质 与此同时 侦察兵所配备的武器装备 都有严格的高要求 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侦察兵 盘点他们所装备的 几款侦察利器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 侦察分队的士兵演练 而就在此时 侦察分队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这是轻型侦察车 作为我军新一代 高机动性轻型防护平台系列车型 它的列装 已经成为我军装备 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 我们刚才出动的 就是这款轻型侦察车 那么这款装备 对于侦察兵来说 是一款侦察利器 我们来看下面 全车采用了独立悬挂 这个独立悬挂 使它面对一些坑挖路段 或者是崎岖山路的时候都不是问题 现在我们说各国的陆军 都在搞这个高机动化 轮式高机动化 那么轮式的装甲侦察车 其实在很多国家的军队 都开始逐渐地装备 比如说美军 美军之前在汉马的平台上坐过 那么现在在JLTV的平台上也在坐 那么对于侦察兵来讲 你的兵力本身就是有限的 你可以去跟对方的重装部队 进行这种硬碰硬的作战 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更多的时候 你要用机动的方式 作为你最好的一种防护 轻型侦察车 完全按照我军使用和发展思路研发 其承载能力 防护能力 复杂地形环境的通过能力 等各项技术 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侦察兵有了它 可谓如虎添翼 所谓轻型侦察车 那么侦察肯定是它的一大特点之一了 我们有一句老话说 站得越高 看得越远 我们首先将侦察设备会升至合适的高度 继续仔细来看 最上面的设备是一个光电侦察设备 它可以对目标进行扫描 探测 搜索 以及测距的功能 并且把前方的成像清楚地汇聚在士兵的电脑之上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高级摄像机 我们有了比较不错的侦察设备 侦察手段 如何将这些目标信息反馈出去呢 整车装备了多部电台 可以将目标信息上传至指挥所 让他们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 我觉得其实猛士最明显的 还是后边的这个光电围杆 这种光电围杆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地形的遮蔽 对于这个陆军来讲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想就算是这个大气通透程度很高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也只能看到8到10公里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再远了地形地球曲率 包括地形遮蔽就一定会影响 你跟目标之间的通事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一个当然是我们说最好的办法 比如飞起来 用无人机的方式升到150米甚至更高 那么有些这种地面车辆你飞不起来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就用光电围杆 把这个观瞄的设备抬到20米 甚至可能抬到更高 这样的话呢 一方面我们说你这个观瞄设备的尺寸很小 那么在对方的看来是看不见你的 很难发现 那么你其实是藏在这个地平线的这种掩蔽之下 但同时呢 你又可以在对方看不见你的情况下 看见对方 那么相对于无人机来讲 你这种光电围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信号泄露的 人员下车请见 11对A群实施侦察 侦察分队受领任务以后 立即对此次搜救行动展开周密部署 任务已经下达了 但如何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务是个问题 地形道路不熟悉 敌情不明朗 想要顺利地完成这次任务呢 可谓是困难重重 那么在他们商量行动方案的间隙 我们一起看一看 在此次行动中 侦察兵都携带了哪些装备呢 95-1式5.8毫米自动步枪 是一款便携式突击步枪 较之于普通突击步枪 它的重量更轻 人机功效进一步优化 可对近距离有防护目标进行杀伤 被侦察兵们誉为近战杀手 对于侦察兵来说 每一件装备都有其自己的用途 我们先来看 它 95-1式自动步枪 我想它已经是很多人的老朋友了 采用5.8毫米步枪弹 一般用于单发或者是两连发三连发 非常便于携带 是否全天候作战 我们说跟这个正常步极的步枪来讲 95它的这个长度比较短 重量比较轻的 这个当然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它因为采取这个无拖的设计 所以它的全枪长度呢 相对于其他的 这种正常设计的突击步枪来讲 它要更短一些 与之类似的 你比如说像法国人的法马斯 或者像英国人的这个L85 那么这些采用无拖设计的步枪的 长度都会相对短 这个呢就要选择合适的部队 来装备合适的步枪 当然我可能我个人觉得 侦察兵部队来装备95呢 应该来讲还是有它的天安优势的 主要还是考虑到 邪刑和隐蔽的这个用途 11对A区实施侦察 加油 转动 请不吝点赞 转动 5.8毫米手枪 人机功效合理 重量轻 精度好 可靠性高 是侦察兵最喜爱的掌心雷 别看它小巧融融 它可以对近距离有生目标 做到一击必杀 而且这个5.8毫米手枪弹 它本身就是小口径手枪弹 那么它的这个尺寸 跟这种9毫米 比如说国际通行的 巴拉贝隆鸥手枪弹 或者像更大的这个 点45 11.43英寸手枪弹来比 它确实要小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用它来设计一款 侦察兵用的这个相对比较小的手枪 就比较容易一些 而且这款手枪呢 在保证你的这种斜行的 隐蔽性的同时呢 又拥有比较好的 近距离的杀伤力 如果说对方穿 比如说B弹衣之后呢 那么你也可以对对方 进行有效的杀伤 这个对于侦察兵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么一个说是 最后的防御手段之一吧 微生冲锋枪 是侦察兵们的专属装备 因为特殊任务的需要 5.8毫米微生冲锋枪 被设计成一支短小惊悍 结构简单 斜行轻便 人机功效极佳等 全天候单兵武器 其各项性能指标 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5.8毫米微生冲锋枪 在射击时声音微小 但威力惊人 能够对敌一箭封喉 素有无声死神之称 目前世界各国军队 都将微生冲锋枪 列入特种枪械 配备给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 微生冲锋枪 对于侦察兵来讲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装备 我们先来看它的外形 是不是跟刚才的95步枪 有些相似呢 但是它们就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我们先来看弹侠部分 95-1自动步枪的弹侠 采用双列单进的弓弹模式 而微生冲锋枪采用双列双进的弓弹模式 这就使得它的弹侠容量更大 我们继续来看它的枪口部分 加装了消音装置 那么这个消音装置呢 可以提供一个消音和消焰的效果 它的内部结构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有机会 我们真的可以把它拆开来看一看 那么综上所述 微生冲锋枪真的是一款 非常适合隐蔽突袭的武器 5.8毫米微生冲锋枪 作为能满足特种作战需要的枪械 其微声 微焰 微焰的三微性能指标优异 它采用可拆卸式销声腕结构销声器 通过螺纹与枪身连接 当消音器和微生弹配合使用时 产生的噪音很小 只能听见枪机内部机械部件活动的撞击声 而几乎听不到枪声 取下消声器后 5.8毫米微生冲锋枪 又演变成一支短小轻便的轻型冲锋枪 其操作使用更加隐蔽 5.8毫米微生冲锋枪的环境适应性好 动作可靠性足以媲美许多世界名枪 无论高温酷暑 寒冷低温 还是在风沙高原地区 它都保持着良好的可靠性 并且具有精度高 弹道偏差小的优点 除了微生冲锋枪和手枪 侦察兵身上通常还会配备一款近战利器 那就是匕首枪 你以为这是一把普通的匕首吗 当然不是 它除了有匕首的功能之外 还有四发 微生弹 只要瞄准并进行射击 就有机会消灭近距离的有生目标 非常适合抵近突袭 近距离格斗有奇效 匕首枪 由匕首 枪身 击发机 保险装置等组成 是侦察兵在敌后 或是执行特殊任务时使用的一种 攻防一体自卫武器 它的主体是锋利的匕首 兼有锯 挫 剪 刺 开罐头 开瓶盖等多种功能 其在手柄内装有四根沿匕首轴线对称排列的枪管 使用05式 5.8毫米微生弹 射程远 射弹杀伤威力大 精度高 故障率低 具有较好的销声效果 可出其不易 以其制胜 咱们国家的避手枪 实际上出现的时间比较早 当然之前其实更多的还是采用7.62毫米子弹 这个其实也是受到苏联的避手枪的影响 那么现在的这个定装的枪弹呢 其实到二战期间也出现了现代的这个避手枪 那么二战的避手枪呢 主要还是用在特种作战里面 就是它作为间谍和特种兵的一种 我们说适合去执行自卫武器 这样的功能的一种特种装备 那么逐渐被各国所承认 侦察兵们克服地形环境的影响 继续向目标地域渗透 实施抵禁侦察 无人机对目标地域实施空中侦察 并传回了现场画面和疑似目标的坐标参数 几个小组也陆续传回各类目标信息 重要目标和存疑信息进行的识别查证迅速完成 正当指挥员即将定下作战决心时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前方侦察小组更新了一条目标信息 目标消失 任务无法达成 错综复杂的战场环境 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 也正是考验指挥员定力和能力的时刻 常言说 人过流影 鸟过流踪 必须重新整合战场侦察力量 对重点可疑目标区域实施第二波次侦察 单兵战场侦察雷达 是一种具备高分辨率成像能力的战场侦察雷达 由于雷达波可以穿透各种战场隐蔽 且不受各种恶劣天气影响 只需将一束雷达电磁波扫向远方 穿过草丛墙壁地表 显示器上实时显示出清晰可变的图像 敌人在战场上将无处遁形 而且你这个单兵雷达发现目标之后 你就可以及时地直接拆解 直接背负继续行军 那么整个的我们说 它的这个进出阵地的速度要快得多 而且按他们来说 这种雷达在未来考虑到战场上 像无人机这样的目标越来越多 炮兵的机动性越来越强 那么肯定会成为各国侦察兵部队的一个最强的手段 而我们说本身因为这样的雷达的研制的难度很大 它对一个国家的这个军用电子 这些方面的要求很高 所以说按泰雷斯当时的说法是 它是有一个相当高的门槛 报告中邀 发现可疑人员在有3.0方向1.5公里处 完毕 无人机迅速起飞 查评目标情况 随着战场态势的瞬息万变 敌变我变我们的侦察手段也得变 现在天色已晚就要拍出这款多悬翼无人机 它更加的灵活轻便 并且可以在空中进行悬停 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现在天色已晚 就需要它使用红外热成像系统 将它看到的周围的画面 实时传输到侦察兵的电脑之上 他们可以在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 人员 装备以及各项公式的情况 这款无人机装备 有高零引度基载红外相机 和基载热成像相机 具有实时传输空中图像 到地面控制器的功能 能够穿透大雾 浓烟和植被 白天和夜晚均可使用 此时 用它来执行夜间空中侦察 是最合适不过的 报告中央 发现国家队 黑六融合活动 完毕 根据无人机回传的画面 指挥员对人员进行了重新编组 明确相关作战任务 那么下一步计划就是 营救 狙击手在此次任务中 起着特殊的作用 按计划 狙击手找到 合适的制高点 选择有力的狙击阵地 精心布置伪装 以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能力 密切监视各类目标 在关键时刻 以自身的精准设计能力 一击制胜 狙击枪枪 狙击枪被称为枪中之王 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种枪械 当然在作战中也有一招制敌的作用 那么面前的这款高精军呢 使用的是7.62毫米子弹 这个子弹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 采用弹头后收口工艺 当然造价也比较昂贵 发射方式使用单发栓动填充的方式 也就是说一发一填充 它备备了有白光和微光的瞄准镜 那么整个枪械在作战的过程中 可以有射程远 精度高 穿透力强的特点 当然对于侦察兵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现在看到在各个国 这个局部战争的战场之上 这个狙击手的使用 那可就是越来越多 包括在伊拉克 在阿富汗 无论是美军还是反美的武装 都有打量的狙击手在战场上散步 那么这些狙击手 也是采用打了就跑的方式 那么能够及时地发现对方狙击手 消灭对方狙击手 应该来讲 也是我们侦察部队装备狙击步枪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啊 啊 啊 嗯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说对方有部队跟侦察兵 就追着我们侦察兵的后面 我们说有尾巴的话 那么你这种炮兵的覆盖 可以直接把尾巴击退 甚至是直接消灭 另外你侦察兵在侦察的过程之中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痕迹遗存 如果说现场遭到炮兵的攻击之后 那么这些遗存都会被打乱 对方很难发现 或者很难从这个痕迹角来分析 我们侦察兵的行踪 包括规模这些 当侦察任务完成 为掩护侦察兵安全后撤 并消除痕迹 侦察分队通常会呼叫几方的炮兵 甚至航空兵实施炮击或轰炸 以绵密弹幕阻拦敌人步兵 坦克通过或限制敌人机动 切断敌人各部之间的联系 而进行的火力封锁 主要是峡谷 碍路 桥梁 码头附近实施拦阻射击 以急袭射击杀伤敌人 掩护侦察分队平安迅速回撤 想比较现代特种部队 侦察兵似乎在知名度上要弱许多 但实际上侦察兵可以说是 常规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他们同样要做到巧无声息 同样要具备过硬的本领 同样要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未来在强大火力和高新科技的加持下 他们也许会前出更远 破开迷雾 突然袭击 有这样一种作战方式 它不同于正面战场的白刃相接 而是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迅疾至敌于被动 通过特殊的手段达到战略目的 这就是特种作战 那么特种作战中都会运用到哪些单兵武器 这些特种装备又跟正面战场上所用装备有着怎样的区别 本期军事科技探究特种部队单兵装备背后的奥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